那么我们就继续刚刚的内容 我想就顺便回答一下刚刚大家的问题 就是第一个 刚刚有老师提到先进的做法 预测未来这一件事 预测未来这一件事 其实刚刚讲说 从先进的国家或者是先进的地区拿过来 比较落后的地区 对落后的地区来讲那个就是未来 那我不确定 当然欧美在定教育或者是创科教育的部分 可能有领先台湾 那所以往那个方向参考是 其实是不错的 那但是其他的国家好像 在这个创科教育的部分 如果各位要参考的话 我建议直接参考花莲的方式 因为我倒不认为其他的国家 对这个部分的理解 有我们理解的那么深 然后至于这个地方也顺便跟各位说明一下 就是说 这一个从先进的地区拿过来 就是未来的这个方式 各位以后 如果你在老师这一行混不下去了 或是说你将来退休了 其实赚钱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只要你有胆子 怎么说 根据我们刚刚讲 你把先进的地方拿到落后的地方 对那个落后的地方来讲 这个就是未来 那所以说 现在在台湾很流行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 之前炒得很热的那个奶茶 波霸奶茶 那如果你把波霸奶茶 带到某一个没有出现过的国家 你去那边做这个生意的话 所以为什么 上次有人在火车上 用一个行李相交了三百万 就是要去那个落后地区国家 去开开这种饮料店 所以你就可以在那个国家 创造未来 你的生意就会很好 因为大家都没见过 一定会想来吃 所以同样的道理 你现在在台湾学的这些 不管是麦克福特 你将来到别的国家 因为其他国家真的没有 像台湾这么疯 学得这么快 所以如果你把这些 比如说拿去缅甸 那对缅甸来讲 这些是完全没有见过的东西 那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去 一线城市 像仰光 然后你就专门做 金字塔顶端人的生意 你会发现非常的好赚 所以赚钱不是没有门道 最好是你看你要不要去而已 所以这个东西 是这样子给各位做参考 所以只要台湾没有看过东西 对台湾来讲 它就是一个未来的东西 这个也跟各位做分享 那至于刚刚那个新制图的部分 待会 各位可以直接到我的YouTube频道 我里面刚好有录 那个新制图的课程 所以你在 在这个 频道里面 频道里面呢 这边 这边会有一个播放清单 播放清单是比较有系列整理的 那这边会有一个新制图学霸首部曲 那这个是 因为我一直觉得 我任教这二十几年来 我看 我看过的所有的工具里面 新制图是唯一 最好 最好用 然后也是最能够训练你能力的一个 最棒的工具 那他不管用在学习 用在工作 用在企划 用在跟小朋友讨论 写作文 或者厘清一些概念 或者是阅读理解 记忆 背诵等等 都非常的好用 几乎 几乎说是万用的 所以我非常推荐 新制图给大家做学习 那至于那个 我们常常会去外面看到 有很多补习班 那种商业手法的新制图 我建议各位 那个看看就好 因为他太强调许多商业手法 很难在实战中被使用 所以我建议各位就是 学任何一项工具 你只要取他最好用的部分 然后自己常用 多元的应用变化 那才会是你自己的工具 这个部分就是这样 先跟各位做分享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继续上那个 政客的部分 那刚刚讲完运算思维 我想各位对运算思维 就会稍微有一些理解 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往下看 那所以如果你的传统课 我们先讲那个 假设你是 我现在先讲进阶的 就是你是从PBL式的上课方式 你是从小主题出发的 这种小主题出发的 这种上课模式 蛮适用在一般的社团 或者是 就是他已经有一点点基础的 高年级以上 或者是那种研习 短期课程 下令营之类的 蛮适合用这种方式 那如果是用这种方式 来上课的话呢 那如果你想要把运算思维 设计思考给上进去的话 那你就会 我会建议你大概是这样的流程 大概这样的流程 那这个都只是建议 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做变化 那我们传统上课的方式呢 是老师做一步 学生跟着做 老师再讲下一步 学生再跟着做下一步 这是传统教技术的方法 但是今天我们想要 让学生学到运算思维的能力 那这时候还有其他的 那刚刚讲那些关键的能力之 的话 我就会建议你这个流程 那我先把流程稍微讲一下 第一件事是赋予任务 那就不会是直接交办 那这个部分就你的 你的想象力就可以很大 就是以前我们说 同学我们今天来做这个主题 现在就要改成什么 现在就要改成说 各位同学 那个英语老师 拜托我们帮帮忙 因为你们有学过程式 有学过创课 所以他拜托我们 可不可以帮他的班上的学习 做一点改进 就是说他想要做一个设施 他是可以让小朋友 可以不断的熟悉英文单字 或者是英文句子 他希望你发明一个这个东西 可以让小朋友每天都可以 在这个学习角落一直做练习 那或者是说 你干脆更进阶一点 你用游戏的方式 各位看过那个 妖精尾巴工会 那个魔导少年的那个卡通 他们工会里面有一个公布栏 有一个小黑板 那个黑板上面有很多的任务 任务贴纸 那就是说有委托人 来给任务的时候 他就会给他这张纸 然后他把任务填上去之后 下面就会写上相对应的奖励 或者点数可以换到什么 或者做完这个有多少的报酬 那所以各位老师 其实可以把你想要学生学会的一些基础的课程 或者小主题 或者干脆你就把各领域的课本拿出来翻 哪些东西可以放在我的基电整合里面去做教学 可以融入怎样的主题 或甚至直接去拜托老师来参与 提供一些奖励 你帮我做一个这样的东西 做一个什么学习机 情境学习机 那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 我就那个老师就给予学生多少相对的奖励 那你就把这些任务给贴在板子上 那小朋友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任务 所以动机这一件事很重要 那我们后面会讲到游戏画八角 提升动机的部分 所以第一个你要先给动机 小朋友才会有动力 他的学习才会是有意义的 那第二步就会做系统拆解 那系统拆解我们就会用到新制图 待会会给各位实力看 看我们是怎么做的 然后拆解完之后就开始去制作 制作你的内容 那制作内容的时候呢 一边制作 我们会把那个我们想要学习的内容 做一些整合的学习 以前你在教感测器的时候 是一次讲一个感测器 个别个别讲 那事实上你 我们教了那么久 你会发现 其实感测器有很多是同一类的 那我们如果把它适当的分类之后 我每次只要同一类的概念 只要讲一次 因为它的程式的用法是一样的 程式的用法是一样的 所以我只要讲完这一个整合的用法 而且它的那个接感测器模组的 那个接线的方式 也是通用的 那讲完之后 以后这一类的就不用再讲 那唯一 唯一要让他们去 发想的就是说 我 这个方法我会的 但是我什么情况 在什么情境下 会用到 什么样的感测器 比如说 我今天如果是 做一个钢琴 钢琴就是要按钮式的 对不对 所以你的感测器就必须是接触式的 比如说按钮 比如说微动开关 那这些都属于数位输入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做一个非接触型的 比如说你去男生上厕所 小便斗会自动冲水 或者走到那个 哪个角落 那个灯光会自动打开 帮你照明 这个也是属于数位开关 但是它是非接触型的 那这个都是同样都是数位输入的概念 所以你原理那边就只要讲一次 那最后依据你的情境 去选择不同的模组 就这样子 那所以你就可以把 东西做了整合之后 你再教给学生的概念 可以用统整的方式 就一次教完 学生就可以处类旁通 一通百通 所以我们就会在中间做一些这样的一些提醒 然后修正一下上课的内容 然后在制作的过程中 有一些流程步骤的东西 我们甚至会把它提出来做 自主学习的后设认知的处理 那这个就方便以后他自己学习的部分 然后再来呢 就是最后课程结束的时候 会让他做一些分享 那这个分享的流程 就会去建立他的信心 哪些东西做得好 或者哪些平常你不容易表扬到的孩子 你就特别抓他某一个点做得很好 比如说你的小鱼游得很自然 就把它拿出来给大家做学习 顺便建立他的信心等等 那这是这个阶段要做的事 然后最后呢 素养的扩散 就是我们前面是教你怎么做东西 对不对 那东西做完了之后 你要素养导向 要扩散到生活上 那所以你就必须去 跟他做前面学习的内容的再提升 也就是说 我就要跟他分析说 各位同学 我们前面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先教你做系统拆解 你要把它拆成纸系统 然后之后才去开始各个去处理 对不对 所以你就要把类似这样的东西 在后面的阶段去把它体练出来 体练出那个架构 体练出那个重点 那小朋友几次之后 他会自己的后设认知就会成长 然后他就有这个自己自学的能力 所以这是后面阶段 我们要去处理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也有很简单的学习单可以使用 那我大概就稍微分享一下 因为时间剩下半个小时不到 好那这里面刚刚讲会动机 那这里有一本书 这本书各位可以去买 然后网路上其实可以直接找到这一本书的重点摘要 我个人是很现在很少在买书 我都直接看网路的重点 因为现在已经都快速阅读了 直接看目录就知道说 我因为抽象化能力已经很厉害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看目录就知道这本书 有没有我要的东西 那我们翻书的时候也都是翻很快 然后直接直接挑关键字 有看到关键字我就知道说这本的内容在讲什么 结构是什么 那所以你去找这本书你稍微研究一下 你会发现动机有分两大类 一个是内在动机 一个外在动机 那我们要提升学生的动机的时候呢 如果他是属于心智比较成熟的 我们就会用这一种 内在动力 那如果他是属于比较不成熟的 比如说中年级学生 那我就会比较多用外在动力 提供很多奖励啊 点数啊 让他拥有一些东西啊 或者是这个不做就会少了什么 就这个叫外在动机 那内在动机是适合成熟 包括大人 所以我刚刚前面有跟你们讲各位很重要 因为在科技领域你们要翻转 这个概念学习的概念 要真正交到运算思维的核心的话 就只有你们这一批老师会 那你们必须去外面扩散 所以你们在地球上是 有相当不一样重要的存在 你们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们一定要跟上这个步伐 所以我必须给你这样一个使命 那比如说你为什么玩机电整合 因为电脑课是小朋友最喜欢的 因为他可以创造 老师讲了一个概念之后 他可以根据这个概念去创造 自己想做的东西 电脑课是唯一小朋友可以自己自主 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的一个课程 所以各位好好把握 好那包括你可以做出来 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影响有一些影响力 然后甚至你的课很有趣 他会充满那个好奇 好那所以这个是提醒动机的部分 各位可以去那个 那第二个阶段呢 我们就会在使用亲自图 如果你使用亲自图的话 我们第一个阶段是做气垄拆解 那做气垄拆解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例子 就你要做一个小游戏的时候 你要先跟先形容一下那个小游戏 然后跟小朋友讨论 这个游戏会有哪些东西 哪些内容 那小朋友就会开始乱讲一通 那你就把乱讲一通的东西 通通把它key上去 那当然你也可以用分组 你也可以用那个共享的亲自图 去做共作 好那当大家都有一些想法之后 好这个步骤其实跟写作文步骤是一样的 好那都有一些想法之后 你觉得差不多 你就可以暂时停止 好那第二阶段做什么 我们就做适当的分类 好所以你就可以跟他们讨论 那这个游来游去 这个功能是小游的 所以我把它挂在小游的后面 然后呢 我要用滑鼠去操纵的是那一只大鱼 所以大鱼的移动控制 要放在大鱼的后面就做一些简单的分类 那分类完之后 其实你的系统你的紫系统 就已经初步建立完成 那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再去检视一下 有没有哪里哪一个架构比较少 没想到的就可以去做一些补充 做一些调整 这是第二个部分 然后第三个部分呢 我既然紫系统 紫系统既然出来的时候 我就要进入实作 那实作的过程中 我们就会focus在先做某一个子系统 那当然呢 你也可以怎样分组来做 你们这一组做小鱼 你们这一组做那个开幕动画 你们这一组做什么 然后最后再整合在一起都可以 看你怎么去处理 看你上课的需求 好那在实作的过程中呢 我们就会focus在小系统 那小系统就会 他就会先解决小鱼游来游去的部分 然后再解决 他要当他要解决这个侦测 是不是有被咬到的时候 他就要先去解决大鱼的部分 他先产生一个大鱼 然后他有嘴巴可以控制开合之后 才能再回来做 做那个是否被咬到的部分 所以这紫系统 他有时候他有顺序性 有时候没有顺序性 那没有顺序性的时候 他爱做哪一个可以先做哪一个 那有顺序的小的部分 他去做做小系统的时候 他就可以发现 那要麻烦各位老师就是说 他在解决小系统的时候 请你再多做一件事 我们新制度里面有那个标示的符号 你就跟他说 你这个小系统如果做完之后 请你就加上一个适当的标示 那这个有什么用呢 这个也是在训练我们自主学习的时候 当你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类似工作清单 我以前我去补习班 补习班班导会给我一张A4的纸 上面写满今天要做的事情 然后他跟我说 你这些事情如果做完了 就在上面打一个勾把它划掉 那我就会知道说 我到下班之前还有几样事没做 所以这个清单的好处是说 我可以知道说 我什么东西已经做了 什么东西还没做 我就可以自己安排我的时间 安排我的进度 然后而且你每一个子系统都勾了 我就会知道说我全部都做完 好所以这个也是训练 训练那个自主学习 自自自自我控制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好然后进到那个实作阶段的时候呢 当你把这个东西真正做完之后 如果你要再进阶 运算示威刚刚还有提到 你在做的过程中 自然那些演算法就会产生了 好那如果你还要进阶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就要去思考说 抽象化的部分 你要他做进阶 那我就必须抽出一些东西 做成复程式 做成定义函数 对不对 所以你就要去思考说 我那个游戏里面 如果要再进阶的话 我有哪些是共通的架构 或者是步骤的 比如说大鱼吃小鱼 比如说那个发射飞弹好了 发射飞弹 发射飞弹里面 我如果要放大绝招 那个有子母弹对不对 那我的一般的炸弹是 打出去是一颗 那你如果放大绝 大绝一号可能是打出去变三颗 然后三个角度射出去 然后二号大绝 他可能是打出去 会分散成六颗 然后在各个角度再发射出去 好你去思索这些飞弹的形式 你会发现他 他的动作都一样 他就是产生一个数量 一个倍速的子弹 然后面向一个角度 然后再往前飞 动作都是一样的 唯一不同的就是数量跟角度 那这个数量跟角度 你就可以用参数来做处理 那你就把那些共同的抓成定义函数 做成函数定义 做成复程式 那你要使用他的时候 你就直接把参数传进去 所以当我按一就是发射一般子弹 当我按二就是发射那个大绝招 那我传的参数是二 所以他进去里面 我二就乘以三 就会有六颗子弹 六颗子弹 我就往六个角度去发射 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 就可以把它抽出来 变成单一个模组 那需要用的时候就去套用 那这个就会达到我们刚刚 运算思维里面所讲的抽象化跟模式思考 那包括你那个大鱼小鱼 你的小鱼的游动方式 还有它的那个产生 死掉之后产生新的小鱼的方式 你也可以做成不同的模组 去产生不同的鱼 甚至是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大小 这些都可以这样子做处理 那他在这个部分就会获得进阶 那当然你又会更要不满足 对不对 你最后还一个 那个资料表示还没有训练到 对不对 你就可以要求他 把那个什么生命指数啊 分数那些把它变成图表 变成那个图案 然后再加上一些多媒体之类的 就可以提升他运算思维的表示 那因为时间不多 这两个例子我有 这个是资料表示的实际的例子 那这个我有放在我的部落格里面 一个是买咖啡机 我最近买一台咖啡机 烘豆机 那我为了说服自己买烘豆机 因为我们这种年纪的人 爱赚钱但是舍不得花钱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试算表 然后把我以前的花费 买豆子的花费 跟现在我买的这个烘豆机 自己烘豆之后 我的花费 弄成试算表 然后我总共的费用 做成试算表 然后这样子看呢 你一定看不出所以然 对不对 所以我让他转化成图形 转化成报表之后 我就会发现 我以前买豆子的费用是这样 这是月份 所以每个月都是固定的一千多的 我们家里两个人喝 那一千多的这个费用 所以我一年就要花这么多钱 但是我买了咖啡机 虽然一开始的购置成本高 但是我每个月买生豆成本就降低了 所以我就变成这条线 那我就发现 我第二个月就损益平衡了 第三个月我就开始赚钱了 这中间的价差就是绿色这条线 我就会发现第三个月之后 我自己喝自己买的咖啡豆 反而是赚钱的 所以当你用这个图 去说服自己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是一定要买 这是投资 这不是负债 那你就会把它买下去 那另外一个例子是说 我们要来 这个也是在我的部落格里面有写 就是我们要让资料 比较更有说服力 那你就会想到说 我们平常看那个感染死亡率 这个对我们来讲 百分率没什么感觉 但是我把它换串成 两千三百万 两千三百万人实际的感染人数 然后再来 我把它具体化 呈上那个死亡率 换串成真正会死掉的人数 然后你就会知道 这个人有数量很庞大 然后再来 透过图像化 把它转换成 如果这个死掉的人 把它用尸体这样叠在一起 那身体的高度 如果算20公分 那叠在一起 很可怕 那个高度会有 两百多个 101的高度 你用这样子 再去看你这件事情 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怕 然后 那你如果觉得死的人是别人 你没有感想 那你就会再把它拉近 拉到自己的身上 按照那个比例 按照那个比例 就是说你的班上 如果用你上课的学生的班上 你一个班30个人里面 可能就会死掉一个到两个 那这件事情就会变成跟你有意义 所以你就会觉得它很恐怖了 那这个的转换的过程 我把它放在我的部落格上面 各位可以自己去参考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内容 透过那个内容转换 你就可以把资料 那个资料表示 把它运用在 在你的上课的内容里面 好 那如果你是用九宫 曼陀罗九宫阁的方式 好 那我们一开始也是 也是一样 就是要经过一些讨论 比如说 如果 我是 我应该从这里开始 我从这里 我因为时间的关系 这边我想各位就自己看了 这是主题型 TBL主题型的方式 一样先用九宫阁 我今天如果要交数位输入 那我就把数位输入列在里面 然后呢 我就会希望它在 做完这个数位输入的时候 它知道数位输入的原理之后 我希望它去做生活的探索 哪些东西在生活上 它是属于数位输入的概念 就是它只有 呃 是或不是 黑或白 零或一的两种选择 它只有两种状况 那它就会去检 去观察生活 打或不打一毛 你只有两种选择 那开开关 电灯的开关 或电锅开关 然后冰箱的 门锁 你只有开锁门跟不锁门 然后冰箱 开跟关 像这一类的东西 都属于只有两种的状况 它就都叫数位输入 它就可以去跟生活做连结 那当然 学生有可能会想到一些 不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状况 比如说上课或停课 现在不是只有这样的现象 现在又多了一个叫停课不停学 所以就要跟他们做一些讨论 去厘清他们的概念 那只要你有做到这一件探讨 那你就可以跟他的生活做适当的连结 然后再来 连结之后呢 你要希望他能够发挥想象力 所以我们下一步就会让他去做想象力的运用 那就会跟他说 一样是数位输入这个概念 你还没有看过的 但是你已经了解原理了 所以你根据原理去想象 有什么是还没有看过的 但是也可以这样做的 比如说他就会说 那马桶盖也是只有 拿起来跟放下去 那所以我就可以做一个感测器在上面 然后做一个开关在上面 人进来的时候 马桶盖自动掀起来 那人离开的时候 马桶盖自动放下去 就可以达到这样的功能 对不对 他就会去想一些人家还没有做的 没看过的 但是他一样可以用这样的概念去达到的 那这个部分就是在培养他的创造力 当然进一步的 如果你还有很多课堂时间 你甚至可以分组 第一组你们就做这个 第二组你就做这个 第三组就做这个 就有时间就可以把它做出来 或者在比赛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让他们去练习这样的一个内容作品 好 那么接下来 我要加快速度了 好 那再来呢 如果你要在我们上PBL这种类型的课 你要去训练学生的自主能力 那你就要初级的小孩子 你要把那个后设的东西先抓好 就比如说我们要带孩子去回忆他自己的学习 就是在你做完装案之后 你就要带他去回忆我们刚刚做了什么 我有用系统拆解 然后我有跟你讲说那个资料怎么改别人比较容易看得懂 然后这个叫资料表示 转化 然后我有跟你说怎么样去做出把共同的东西抓出来 然后做成一个功能 这个叫抽象化 所以如果你有很多东西 你可以把它简化简化变成一个新制图的话 那以后你要做这一类的事情 你就可以去参考这个新制图的内容 做哪一个 我就套用哪一个方案 就这样的东西 你要再给学生回忆 然后有一些细部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在教感测器的时候 我有一个口诀 就是先了解再测试 先观察再使用 那你这个是 这几句真言 你把它训练第一节课 你第一节回忆的时候 你就带他把这四个东西提炼出来 第二节课你拿到一个新的感测器 你就跟他说 我们上次有跟你讲过 你拿到一个新的东西 就是先四个步骤 那你就叫他们讲 他们第一次一定讲不出来 然后你就可以再附送一次 先观察 先了解 你要先去了解它的功能 然后再测试 所以你要插上线去测试一下 然后先观察 所以你要去观察一下 它数值都怎么跑 跟真实的情况的对应 是怎样的关系 然后最后才去使用在程式上 所以先了解 再测试 先观察再使用 然后带他 请他再附送一遍 然后第三堂课的时候 你又拿出一个新的东西要教他 你就跟他说 我们上次的步骤 然后这时候就可能会有一两个讲得出来 你就让他讲一次 然后全班再附送一次 第四堂课再来 第五堂课再来 等到第七堂课 第八堂课 第九堂课 他们就会跟你说 老师你不用再讲了 我们都知道了 先了解再测试 先观察再使用 那等到这一天 他就已经把这个能力做内化 所以以后他拿到新的感测器 他不会再问你 他会自己先去Google 去了解这感测器到底是什么东西 然后或者是去直接去问 问别人 问老师了解 了解之后他会接上线 去自动去测试一下 测试完没问题 确认他是好的 我就会开始观察 他的数值怎么跳 跟现实生活的对应关系 那这些数值都抓出来之后 我就他就会自动去写程式 所以他会变成一个 完全自动化的过程 所以你的重点就是说 你要提醒这些步骤 提醒他随时放在脑袋里面 去做观察 然后最后 你要给他一些生活的例子 做练习 比如说 我们学完了运算思维的方法 那所以你就要在现实生活 比如说 那同学 这样好了 我们期末 有园游会 那园游会呢 要请你们来做规划 所以就分组 你们这一组规划园游会 你们这组规划什么 就让他们去做练习 让他运用 运算思考 解决问题的方法 去做练习 那所以他就会学到初级的 这个自主学习的能力 那当然再进阶一点 你就要去练习怎么去察觉 怎么去抽象化 把步骤提出来 把内容重点提出来 然后怎么样去形成自学的关键 然后变成自己的一个学习的方式 这些就是进阶要做的事情 那如果你是设计思考要融入的话 你会发现设计思考 跟运算思维的差别 他在于前面这两个阶段 设计思考有在情境中发现问题 然后确认诠释那个问题 去同理那个问题的步骤 多了这两个 那后面就进入实作 主题的解决实作部分 其实你就可以直接跳到运算思维 所以他们的差别在前面这两个 所以一个从生活里面 可以看出生活上面奇怪的东西 然后他就可以来找出问题的所在 确认问题之后 他可以丢到运算思维去解决问题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眼光的人 他就会是一个开创者 所以会运算思维的人 他可以解决问题 然后会设计思考的人 可以发现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上课只有教技术 那他充其量 以后做到最厉害 就是一个RD部门的主管 但是如果你有教运算思维 他可以做CEO 可以做经理 领导型的人才 那如果你有教到设计思考 他就会是 可能是一个开创时代需求的人 比如说像祖克伯 他知道人有在网路上沟通的需求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脸书出来 然后创造了大家的需求 然后大家就爱用脸书 那从此生活就改变那个模式 所以设计思考 就可以把它融入 那当然你在 所以你如果要把这个设计思考放在你的专案里面 你前面就会多了这两个步骤 那这两个步骤 当然最好就是直接带去现场 直接体验那样的人 比如说你要服务残障人士 那最好你就是带去那个残障人士的现场 你就跟他生活在一起 去看他的不便 甚至直接体验 比如说用胶带把他的 这个膝关节都粘起来 让他真的生活不便 体验孕妇呢 就弄一个大水球放在他的肚子里面 跟他说两天不能给我拿出来 那这样他才有办法充分 真正的去体验到那个人的不便 他才有办法真正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靠他的想象 那这个东西都可以经过九宫格 或者是新制图 那边就举例 比如说学校 从学校的生活找出问题 那学生就会想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因为你要基于上课的实作 我就会在 在这扩散思考里面 再去收缩到某一个部分 在我的资讯课程里面实作 假设我要选的是教师闷 教师闷着 然后他就进入下一个阶段 所以你用第二个阶段新制图 把刚刚选的那个小主题放在中间 那学生又会扩散思考 又变出一堆的方法 然后我再选定这个主题 作为往下继续延伸的主题 那我就改善教室循环 然后这里面呢 他就会采用的各种方法里面 又扩散思考 然后你又再收敛到这个内容 这个好像是我们资讯课比较容易实作的 就是喷雾系统 那你再进入实作的阶段 最后一段 那我就设计一个教室自动的温控系统 那我会用到怎样的板子 看你要不要上网 你就去挑不同的板子 然后用到什么感测器 然后它的硬体怎么接 它软体的功能 它的程式怎么写等等 我要卖给谁成本的概算等等 那你规划完了之后 就可以进入实作阶段 那这个就是把设计思考 也融入你的专案的方式 那再来 如果你是属于这种基本型的 1212123的这种类型的 那我就会建议你用这种方式来上课 首先也是一样 就是先了解再应用 所以你先了解它的原理 然后给它一点应用的练习 然后再来就是探索跟想象 那探索跟想象就回到 我们刚刚的那个同样的步骤 就是探索生活已经有的东西 然后想象未来 我还可以做的东西 然后根据这些想象出来东西 你看你要不要扩充实作 然后最后一样是后设 总结跟后设的成长的部分 那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些 简单的分享 那至于内容 这个就我会在那个 因为我的技术课的部分 因为人数不足 我没有开 但是我一样会入课 之后会放给各位去做观看 那我会再把这些整合性的上课的方式 这个非常的好用 它可以节省你大量上课的时间 小朋友又一通百通 那所以如果你要简单一点 你也可以用这种叫做333学习单 所以他这堂课上完之后 我学到什么 你就把一张纸折成三半 然后第一半就是我学到什么 就让他把三个重点写进去 然后第二个 我探索就是我日常生活里面 有哪些是这一类的原理 那你就可以把它写进去 那当然他有时候写到不一样 你觉得不是的 那就可以跟他做一些讨论 厘清这个概念 然后最后是我想象 就一样是未来想象的部分 创造力的培养的部分 那所以这个资料 我都有放在那个 各位的简报资料夹 各位可以有去看 然后有问题我们再提出来 那当然你也可以用曼陀罗 比如说我今天教红外线避障 那你就可以 这个原理我可以做什么东西 然后另外一个方式 方法叫做双向细目表 就如果他是那种完全 完全没有idea的 我可以透过这种双向细目表 就是你爱折几层几的格子 随便你折 你想要折磨他 你就格子折多一点 那上面这个是第一类元素 下面这是第二 那个重的重向部分 是第二类元素 那你就可以把 你学到感测器或概念 放在上面 然后这边可能就是 他要跟生活结合的物件 或是事情 或是问题 或是领域 都可以 那我举的这个例子 是用杯子 用那个 假设你是一个RD部门主管 那你是设计日常生活用品的 那你就把杯子 马桶啊 床铺什么都写上去 然后我就会强迫去结合 那其实平常空白的东西 你去想 真的想不到什么 但是如果你有格子 他就很容易想 而且这种又是强迫应对的 比如说当我马桶 如果结合风鸣器 这一格 一个马桶要有风鸣器 这个马桶会有怎样的功能 就很容易想得出来 所以这里面往往可以产生很多很棒的创意 所以你不要再跟我说 我上课不知道要上什么 这一张表丢下去 十分钟之后 你就有上不完的课可以上了 那所以基础型的方式 我们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做教学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没有办法再做这些这么详细的内容 那我这边要说的是 做一点小总结 就是我们平常在学习的创合教育的精神 我这样说 就是一般我们听说读写的学习方式 就传统的教育方式 获得的叫做知识 那这个知识获得的方式 因为收到的知识的面向比较单一 所以脑神经的连结薄弱 这个叫知识的学习 然后可是身体去操作的这种多感官的体验 会产生的脑神经的连结是非常的多元 而且那个是连结是非常的粗的 那这个叫经验 那知识的学习需要少量多餐 不断的复习 可是考完试就会忘记 算很难进入永久记忆 但是身体的操作却是一辈子记得 他会很容易变成生命经验 所以知识跟经验 这两种是完全不同层次的学习的方式 那所以我会建议说 不管是各领域 你想要他学的东西 其实你可以透过动手做的方式去做融入 那这不应该 刚刚各位听我解释之后 不好意思 耽误各位再一点点时间 就是你就会发现 这些不管是创客教育 或者是运算思维 设计思考 这些方法都不是科技领域的专属的能力 它应该是各领域 不管国语数学 自然社会都可以用的 而且是将来他出到社会 都用得上的生活能力 那这种东西才是真正国民教育应该要教的内容 那所以我想各位非常的重要 那你也不用去追说新的硬体又出现 新的软体又出现 就不用一定要去追 技术不是最重要的 重点就是说 你透过技术这个内容学习 所学到的能力 你要把这个能力让学生能够应用 所以真正强大的人 不是会很多招数 而是你把这一招练到通 练到无敌的强大 那你用这一招 可以贯通天下所有的原理 用这一招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 所以各位老师责任非常的重大 那所以我如果你只教技术 你真的会只有教出最顶尖的工程师 那可是如果你教了运算思维 你可以把学生带成领导型的人物 但是如果你教了设计思考 你甚至可以教出类似开创时代的贾博士 好 那接下来呢 我想这个部分 就是今天整个我要分享的部分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今天就先到这边 那我把画面就 还给大家 好的 非常谢谢邱老师 好 我想刚刚老师已经有提供了 非常多的心法分享 包含说设计思考跟运算思维 那其实即便是在联发科这样子 一个非常追求科技创新的公司呢 我们所有的工程师 其实也都不能只有技术很强 像是我们知道现在 不管是AI啊 或者是各种的这种前瞻的技术 其实它在使用情境上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跟考量 所以即便是在联发科 做产品开发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运算思维设计思考 这些能力在我们这样的科技公司 也都是非常必要的 那非常感谢今天早上 一个上午文胜老师 所带来的这些分享 那我相信对于各个老师来说呢 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还有一些回馈 那刚才在这个 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面 邱老师已经针对大家所提的一些问题 已经陆续做了回复 那我想应该还有一些老师 还有想要进一步请教的部分 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没有办法继续在这边进行 所以呢 各位老师 如果您还有想要 请教邱老师的部分 可以前往我们的这个 线上咨询的表单 来进行预约跟填写 在7月18号的下午 大家可以上线来填写 那我们下午的课程呢 请在12点55分前 进入我们的技术分轨教室 我们下午课程一点钟开始 请在12点55分的时候进来 那在这边特别提醒 特别是ESP32 还有Linkedit 7697的班 这两班呢 需要在下午上课前 先下载好指定的软体 因为档案很大 所以要请上这两个班的老师呢 在我们的上课前 先把软体下载完毕 而待会中午时段呢 就请大家好好的休息 吃个饭 我们所提供的这个线上 午餐的这个聊天室呢 是一个get the time的一个空间 那如果各位老师 你想上来试试看 玩一玩 跟人吃饭聊聊天的话 在这边呢 第一个步骤输入 你要显示的名字 然后再来你的个人头像的部分 想要做造型 或者是颜色的调整 那登入之后呢 就可以用键盘移动 我们在里面开放的这些空间呢 你只要任何进入一个小房间 你就可以跟那个小房间里面的人聊天 那我们今天上午的课程 就进行到这边 我们记得下午见 在12点55分回到教室现场 拜拜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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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吃饭 下午再见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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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